我们教各位怎么把模型场景汇进来 汇进来之后还教各位怎么把它移动到另外一个场景 而且还可以设全组 设完全组之后移动到另外一个场景 刚刚我们操作没有很顺 所以各位可能看了不见得很清楚 当你会做这个动作之后 你做动画会非常非常方便 怎么方便呢 我现在给各位看这个场景 这场景呢是一张椅子 一个桌子再加上一台iMac 好 那这个椅子桌子和iMac分别来自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档案 我把它汇进来 汇进来之后我只是把它拼起来大小挑一挑 了解吗 所以当你会做这件事情之后 那你要做什么场景 你只要去找模型就好 模型哪里找 这边很简单 刚刚我们给各位的那个汽车模型的网站 那里有很多模型 你随便去下载 你随便去下载 3Dmodels 这个 那这个网站在刚刚的那篇引入外部模型的文章的这一个网址就有 那如果你还是不知道的话 在这个模型下载的这个网址也有 那就是第一个 3Dmodels 点这个不知道怎么念 那你从这边进去 你就可以找到一大堆模型 待会就请各位做一个动作 至少找三个模型 拼出一个室内的场景画面 室内 所以你去找的是家具 对不对 你要找家具类 这里哪里有家具类 家具类 这里 Furniture就是家具 对不对 Furniture是家具 但是像我刚刚的电脑是这个computer类的 那有时候也不一定完全是Furniture 比如说电子类的东西 也可能会放在家里 窗户你如果想要也可以拿个 拿几个进来放 那看你想要什么 你就把它拿进来放 比如说砖墙 你觉得你家里旁边应该有个墙壁 你就把它拿进来放 OK吗 所以待会请各位 至少找三样东西 放在家里 把那个家弄出来 OK 那这就是各位 今天的作业 然后呢 你待会就可以做了 做完之后呢 请你 我们这样子好了 我在这里编辑一个文件 好 室内三件物体以上 那这一个第一次作业室内三件物体以上呢 你可以编辑 你可以编辑 那你就在这边写上你的姓名 然后呢 你的网址 作品网址 就可以了 那你的姓名和你的作品网址 你要贴在哪里 Wikidat或DropBus或之类的 随便你 只要你有个网址出来 而且 当我点那个连结的时候 那个地方不能说 不能说那个网址不存在 网址不存在就没分了 OK吗 好 那我再储存 所以这就是你们的第一次作业 还要请记得你们不要去把别人已经贴上去的作业删掉 这样会造成很多人的困扰 那这个大家都可以编了 所以请大家在这边就是写你的第一个作业 OK吗 好 那就这样子 那我们画面就会去给各位 谢谢大家